你终于肯见我了 你不是说你有话要说吗 你现在可以说了 好 我很真诚地告诉你 我并不是要去何必玩 我当时只是想借机气一下你 看你还在不在乎我 你应该知道我心意了 我现在能理解我 你在跟我施爱 想挽回我 你知道答应我吗 我今天约你出来 也是有话要当面和你说 我有男朋友 怎么可能 你也认识的 我认识 好 你接着出来 好久不见 负责一 我认识的 怎么着 你是要破坏我们两个之前的协议吗 这个呢 就是爱情的力量 不用在我明星演习了 你是不会喜欢她这种类型的 那你喜欢什么类型 那你喜欢什么类型 不可以这么说 人的口味都是会变的 况且 我也不觉得 夏夏会喜欢你这种类型 好 那你告诉我 她喜欢你什么 你怎么老问这么老土的问题 我和夏夏之间的隐私 不喜欢跟外人分享 人你也见到了 你现在可以走了吗 嗯 你告诉我 你到底要我怎样才愿意跟我好好地谈 要么我们的婚礼 你来参加吧 还有啊 可不可以麻烦你离开这个位置 我喜欢坐在夏夏的这边看着她 嗯 嗯 喂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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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我还有一句话没有说 我希望今天 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 因为我这辈子都不想再见到 看他是不是演得有点过呀 明演员都能看得出来他喜欢你 喜欢又能怎样 你会和一个骗子在一起吗 可能我们一开始的相遇就是错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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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杨茜茜茜茜 杨茜茜茜茜 喂 我不是跟你道过钱吗 为什么还要躲着我 我没有要躲你 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 跟我无关 您播教的号码暂时无人接听 请稍后再播 阿姨 喂 喂 卫生我来帮你做吧 啊 累死我了 妈 请稍后 原谅我 不责义你有病吧 我缺备电吗 请稍后 对不起 见见我吧 好 我不开车 我坐地铁 对不起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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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怎么是你 我跟你说啊 你这个海报 已经把我的海报挡上了 你是欠了人家很多钱吗 而贴得满街都是 我不知道怎么说 对了 你怎么在这里 我来参加你妈妈的婚礼 我妈妈的婚礼 我是叶鸣的弟弟 从此以后呢 咱们就是一家呀 希望我们可以和平相处 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地方呢 尽管开口 我现在就有事情 需要你帮忙 你倒真不客气 你倒真不客气